川军抗日名将王明璋,牺牲八十周年数十位热心人士赴成都缅怀。 3月17日成都人民公园外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,数十位已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专家,志愿者等人相聚共同缅怀在川军抗日将领王明璋。 80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悲壮战役之一的藤县保卫战,打响时任川军四十一军122师师长王明璋率对监守藤县不退中阴腹部重担牺牲,但他们的铁血坚守卫后来的台儿庄大捷奠定重要基础。 2014年9月民政部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,为国捐虚的三百名昭明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王明璋位列其中,家里人每年会到成都祭奠的王明璋之孙王德明说, 爷爷的事迹得到国家和人民任何他在天之灵,一定很欣慰,也希望他们那代人的抗战精神能传承下去,缅怀数十位市民自发鲜花悼念,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记得。 17日下午3点,在新都祭奠完爷爷王明璋的王德明一行,匆匆赶到人民公园外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此时,已有数十位抗战史研究者,志愿者以及路过市民正向纪念碑鲜花。 诺哀,今年三叔因身体原因没能回来,王德明说,爷爷目前唯一在世的儿子王道刚,因年龄较大和身体原因未能成形,但更多晚辈则从重庆、成都等地赶来。 诺哀,鲜花,鞠躬得知今日是川军名将王明璋,牺牲八十周年近日时,不少路过市民也加入道道念的队伍中, 其中也有建在抗战老兵,很敬佩王明张将军,九十岁的抗战老兵中华,赶到现场,推开志愿者的搀扶里, 郑医副面对川军塑像庄严静下军力,虽然没有并肩作战,但传人抗战的决心是相同的,悲壮。 死守唐县,军装上留七个枪眼,七七事变后,不久,他就主动请英抗日, 1937年时任,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1军122士师长王明璋,从川陕公路出发奔赴炮火硝烟的抗日, 前线1938年3月15日开始,日军开始加派兵力,向县城发起大举进攻面对拥有飞机、 坦克、大炮以及兵力十倍余体的强敌川军士兵,靠着川造步枪大刀和手榴弹, 血战死守了三昼戒,同年3月17日,敌军陆续增援,就在危难时刻王明璋仍拿着手枪亲临西城最高处指挥督战, 不幸被子弹击中腹部,最终因伤势过重训过他们的坚守卫之后的抬而装大写, 奠定了基础之后,王明璋被追认为陆军上将,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收集爷爷的相关资料, 王德明说,滕县当年已成一片焦土, 上面命令他死守三天,但三天过去了, 仍未接到撤退命令,面对如山军令, 王明璋选择带领将士死守滕县最终牺牲, 爷爷下葬时,军装上还留有七个枪眼, 传承希望更多年轻人铭记历史, 爷爷曾有个遗论, 当天下午王德明告诉记者, 王明璋出生贫苦小时候, 靠着亲人资助才完成学界, 出窗抗战前, 乡在老家修一所学校, 让村里孩子们也能上学受到教育, 在他阵亡后, 家人遵照医院, 捐出了抚恤金和部分田产在新都典里齐, 斯立明江中学, 正是新都一中前审, 为了民族大义抗日战争, 难免会有人牺牲, 王德明说但他们内被人为民族和国家敢于牺牲的精神, 还是值得现在的所有人学习, 在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, 祭奠王明璋将军。